大家好,这里是小倩讲故事,喜欢的朋友就点个订阅吧,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 故事发生在宋仁宗年间,广西边陲有个小渔村,村里有个渔室,在当地颇有名气。 村里的渔民比较彪悍,喜欢乘船到原海捕鱼,也正是如此,这渔室规模虽不算大,却能买到很多稀奇古怪的渔类。 村里有个名叫陆丁的年轻渔夫,他在渔室里也有个摊位,而他最喜欢卖的是深海鱼。 也正是如此,他每次出船捕鱼,也最危险。 正所谓高风险,高回报,他挣的也是最多的。 这天清晨,陆丁像往常一样扬帆出海,在航行了两个多时辰后,他才停下船,抛洒渔网。 等了一会后,陆丁收网,这次的收获依然不少,不过在给鱼儿分类的时候,他却发现了一件怪事。 在这众多深海鱼当中,竟然有一条体型硕大的黄扇。 起初,陆丁没注意到,还以为是海扇,直到船只靠岸,他准备到渔室的时候,这才发现,诸多深海鱼中,竟然混入了一条淡水黄扇。 神奇的是,在海水里的黄扇仿佛丝毫没受到影响,还活蹦乱跳的。 那黄扇足足有陆丁的小腿那么粗,且头上有三道红色的痕迹,像是刀痕。 这么大的黄扇,哥平常都十分少见,更何况是从深海补上来的,肯定更加值钱。 为此,他来到渔室,索性将这大黄扇当作了压箱底的,为了防止别人不相信,他没有换水,放黄扇的桶里,还是海水。 这消息很快就吸引了许多顾客,大家都知晓陆丁的性格,认为他不会弄虚作假,在看到海水中那条活蹦乱跳的黄扇时,众人都震惊不已。 就在陆丁打算标价,售卖的时候,人群中忽然冲出一个三十左右的少妇。 少妇皮肤白皙,身材高挑,虽不算漂亮,却很有韵味,不过他显然没休息好,两只黑眼圈很重,且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。 妇人冲到水桶前,在看到那条大黄扇后,竟然大哭了起来,并将水桶抱入了怀中,高喊道,我找得你好苦啊。 这一幕,看待了围观的所有人,包括陆丁。陆丁本想将妇人赶走,可见她哭得撕心裂肺,一时不忍心,只好暂时收摊,将其拉到人少的地方,询问她到底在做什么,莫不是认识她逮住的那条黄扇。 妇人,这才意识到失态,连忙擦干眼泪,一边向陆丁道歉,一边开口道,公子,实不相瞒,那条黄扇,其实是我像过。 妇人名叫杨燕,是个寡妇,她的丈夫名叫成凡,半个月前,刚刚去世。 杨燕表示,她自幼丧母,父亲是个赌棍,也不喜欢她,每次输钱,货喝多了,就对她拳打脚踢。 成凡是她家的邻居,两人属于青梅竹马,每次杨燕受委屈,成凡都会去安慰她,久而久之,二人互生情愫。 不久前,杨燕的父亲打算将其卖掉,从而偿还欠下的债款。 成凡得知此事后,当即拿出了所有积蓄,交给了杨父,自己则带着杨燕离开了那个水深火热的家,与其结为了夫妻。 二人,婚后相敬如宾,感情甚堵,而杨燕最大的愿望,就是给成凡生个儿子,为其传宗接待。 可惜这个愿望还没成真,意外就发生了。 半个月前,成凡跟着几个朋友外出干活,晚上在一家酒馆喝酒。 怎料几人喝多后,跟林桌起了冲突,成凡从中劝慰,结果对方二话不说,直接抡起酒坛,砸在了成凡的脑袋上。 成凡顿时晕倒在地,血流如注,大家健壮,都慌了神,立马扛着他往医馆跑,可惜还是晚了一步,成凡就这样死掉了。 得知丈夫的死讯,杨燕悲痛欲绝,可他不想就这么放弃。 当时,他所在的村里,有个很厉害的阴阳先生,他便在阴阳先生的门前跪了整整三天,希望他能帮自己,让丈夫死而复生,为成家留下一个种。 这种事又为天道,阴阳先生一开始说什么也不答应,可他看杨燕情深一切,被其感动,便答应了他,随即腾出了自家的地窖,里头放了许多冰块,可以防止尸体腐烂。 之后,阴阳先生教给他一个法子,阴阳先生表示,所有死去之人,在头七那天都会回魂,到家里看最后一眼。 这时候会有两个阴差押送,这两个阴差最喜欢喝酒吃肉,等到头七那日,杨燕就准备两大盘猪头肉,以及两大坛最烈最猛的酒。 阴差喝醉后,会晕一个时辰左右。 这个时候,成凡的灵魂就会回来,灵魂是无形的,不过为了回到人间,灵魂会变成各种东西,可能是一只飞蛾,也可能是一只老鼠。 想要认出,就看他们的头上有没有三道红色的血痕,那是地府打在死去之人灵魂上的印记,从而好寻找。 在发现成凡的灵魂后,杨燕需要将其藏起来,最好是用气味比较大的东西将其盖住,比如月诗布。 等到阴差醒了,找不到成凡的魂魄,就会现身跟他讨要。 这个时候,就要看杨燕的胆子够不够大了。 他需要准备一阵柳树条,柳树条打鬼,一下矮三寸,阴差也不例外。 只有把这些阴差打怕了,才能跟他们谈条件,到时候他将自己的诉求说出就行了。 杨燕听后,按照阴阳先生的说法去做了,也成功了。 成凡头七那天,外面下着大雨,而成凡的灵魂,变成了一条大黄扇,在院长里的泥坑里扑腾。 杨燕将其用月诗布包住,放在了院中的水缸里。 阴差醒后,果真现身与杨燕讨要成凡的灵魂。 杨燕鼓起勇气,跟阴差对峙,并拿出柳树条不停抽打。 两个阴差被打怕了,这才同意了杨燕要成凡刘种的要求。 不过等这是成了,成凡必须要被带走,不然上头怪罪下来。 他们也顶不住,杨燕听后,便答应了。 可这种事毕竟有为天道,在阴差走后,他去院子里寻找黄扇,却发现水缸被雷电劈坏了,加上雨水太大,黄扇顺着水流滑进了杨燕家旁边的小河里。 杨燕见状,只好去找阴阳先生求助。 阴阳先生为其算了一挂,让他往南走,一路找寻。 具体方位,他也算不出来。 之后,阴阳先生帮其保存成凡的肉体,杨燕则一路找了过来,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,真的被他找到了。 只要将那黄扇带回去,让灵魂回到肉体,成凡就能醒来了。 陆丁听后,震惊不已,他有些担心杨燕是骗自己的,可看着能在海里活下去的黄扇,以及杨燕真诚的表情,他最终选择了相信,将那黄扇送给了他。 杨燕喜极而泣,跪在其面前连连磕头,随后便抱着黄扇离开了。 三个月后,陆丁在出门的时候,又碰见了杨燕,他是来道谢的。 在陆丁的帮助下,成凡复活了,而此刻的杨燕已经怀孕了,不过他也按照约定,让阴差带走了成凡,葬礼也已经结束了。 杨燕很感激当年陆丁的理解之情,想要报恩。 之后的日子里,他就留在了该村,而他跟陆丁朝夕相处,慢慢喜欢上了对方,最后在街坊们的撮合下接,为了夫妻,而杨燕也在不久后,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。 夫妻俩商量过后,这孩子仍旧姓成。 本期故事结束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